说起清单啊,大家一定不陌生,就像是购物清单,代办事项清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清单类型。 很多人会觉得,随便找一张纸片,写上几笔,东西买完了,事情办完了,清单就可以扔了。 人们普遍认为,清单就是用来帮助记性不好的人记住一些事情的。 那么把清单和革命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会不会是有些夸大其词了呢? 实际上读完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这本书的作者叫阿图·葛文德,他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是影响奥巴马一改政策的关键人物。 他曾经受到金融大鳄查理芒格的大力褒奖,是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一百位最具有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一生。 清单革命是其继畅销书《阿图一生之后》的又一例作, 该书同样横扫美国七大畅销书排行榜,造就了北美畅销30万册的神话,并掀起了一场观念革命。 在这本书中,阿图·葛文德从医疗行业出发,深入分析了这个领域中出现差错概率较高的原因,从中提出了清单革命这个概念。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在约翰普获金斯医院,病人术后感染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后来一名叫彼得的ICU专家决定开展了一种医生的清单,并挑选了防止中心静脉治管感染来做实验。 他列出了看似很傻,似乎没有必要的无相清单。 一,用消毒造业洗手消毒。 二,给患者皮肤消毒。 三,给患者整个身体盖上无菌手术单。 四,戴上医用帽、口罩、无菌手套并穿上手术服。 五,戴导管插入后,在插入点贴上消毒纱布。 怎么样,这五步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呢? 但是根据统计记录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医生操作不规范,至少会跳过一个步骤。 后来,该医生说服了管理层,强制要求所有的医生必须要按照清单的步骤进行,并授权护士在发现医生跳过清单上的操作时及时叫停。 经过一年的跟踪发现,就这样一张小小的清单让约翰普霍金斯医院中心静脉治管感染比例从11%下降到0。 15个月之后,更避免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为医院节约了大概200万美元的成本。 同时,它还让医院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提高了19%,手术士护士的离职率从23%降到了7%。 后来,这个医生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荐自己的清单。 2003年,密歇根医疗与医院协会在该州的各家医院的ICU里开始了一项即时行动来试验这个清单。 2006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 即时行动开展后的三个月,密歇根州ICU中心静脉治管感染率下降了66%,很多ICU的感染比例降为了0。 该项目实施18个月之后,参与行动的医院共节省了1.75亿美元,挽救了1500多人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一张看似愚蠢的清单。 由此可见,一张清单不仅给医院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思维工具,还带来了一场深入人心的观念革命。 我们知道,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专业人士,非常排斥使用清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显得他们很不专业。 他们认为,自己扎实的知识和熟练操作能够避免一切失误。 但阿图·葛文德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庞大的知识体系已经使我们不堪重负。 如今,仅靠责任性和经验是很难避免出错的,而要在复杂的世界中拯救生活,我们必须要依靠清单。 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已经远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任何一个需要从业人员掌控大量知识的领域都难逃厄运。 从医疗到金融,从商业到行政,各种错误屡屡发生,令人触目惊心。 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犯错,会有大大小小的失误,比如开会记错了时间,出门忘记带钥匙。 但是在某些重要的行业,比如说建筑、飞行、医疗、金融这些特殊的行业,一旦出现失误就可能会危及生命。 而清单的存在就是为大脑建起了一张认知防护网,弥补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缺陷。 例如书中提到,我们的身体能够以13000多种不同的方式出问题,在ICU,每位病人平均24个小时要接受178项护理操作, 而每项操作都有风险。 每一次手术都有上百个步骤,中间错一点点就可能导致病人死亡,比如说某一种注射浓度大了一点,或者是病时没有询问清楚等等。 在压力重重的环境中,即使再优秀的医生也难免遗漏其中的一个步骤,少问一个关键问题,已致在手术中出现失误。 因此,即使是超级专家,也需要一张清单,需要把一些关键的步骤写在小卡片上,以帮助其完成工作。 通过上面的例子,大家应该也能意识到清单存在的必要性。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如何利用清单来避免这些问题。 人人都会犯错,作者把人类的错误分成两类,分别是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 而这两个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能力预防。 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知识而犯的错,是无知之错,这种错误无法避免,是可以被原谅的。 比如说,不了解电骑知识,自己修空调弄坏了。 相反的,虽然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却因为没有正确的使用所犯下的错,就是无能之错。 比如说,知道汽车起步要拉起手杀,但是我们忘记拉起,而导致汽车熄火。 无能之错通常是由这两种困难导致的。 第一种困难是人类记忆和注意力的谬误。 在重压之下,人们特别容易忽视一些单条的例行事项。 第二种困难一样不可小觑,那就是,人们会麻痹大意,会故意跳过一些明明记得的步骤。 毕竟在很多复杂的过程当中,某些步骤显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解决无能之错可以利用清单。 清单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列条目,而是有两方面的价值,也就是外包和可靠。 所谓的外包就是,把我们的大脑需要记忆的内容外包给清单。 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大脑的记忆是格外不靠谱的。 有个神奇数字七的理论,是说,我们大脑只能同时记住七件事情。 也有脑科学专家认为,大脑只能记住四个记忆足快,记忆容量是有限的。 人只要将需要记忆的内容外包出去,集中注意力做判断的事情,就可以避免记忆局限向而犯错。 而所谓的可靠是指,工作状态容易受到精神状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使用清单把工作流程从依靠回忆和经验,变成了一种可视化强制约束,保证重要步骤和内容不遗漏。 总而言之,有了清单,我们不用耗费大量的精力,去集中注意力,去保持最佳状态,也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 应用清单时,具体分为两个步骤。 一是对遇到的问题进行分类,二是对不同类型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策略。 书中把常遇到的问题分为三类。 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和极端复杂问题。 简单问题通常是指有明确解决方法的问题。 比如说,做一个蛋糕,照着食谱做,即使你是新手,也可以做出美味的蛋糕。 所以,你可以使用执行清单,按照步骤按部就班就可以了,简单有效。 而复杂的问题通常专业性强,持续时间长,步骤多。 比如说,并购一家企业,比如说招聘人才等等。 对此呢,你可以使用核查清单。 核查超出注意力范畴的内容,来确保不遗漏重要环节,避免在复杂的问题上犯无能之错。 比如,面试用的核查清单可以这样列。 一,怎么证明它有很强的学习力。 二,怎么证明它很热爱或重视这个工作。 三,录用它最大理由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不成立,以此来提醒面试官要全面地考虑。 还有投资家库克的第三日清单。 金融投资家库克把金融投资中的各个阶段和注意事项整理成清单。 其中有一张第三日清单,说的是,在分析一个投资企业的第三天,拿出清单对照。 其中有一条是,仔细分析财务报表的注脚,提醒阅读重大风险乘数,以此规避风险。 库克说,也许我们每核查50次中,有49次都一无所获,但只要一次查出来,就能够避免极大的损失。 第三种是,极端复杂问题。 结果通常都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养育子女。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核查清单加沟通清单。 用核查清单确保重要、基础、跨领域、跨部门的问题可以完成。 再用沟通清单来应对过程当中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将各种隐患及时发现并排除。 实际上,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清单不只有助于成功,而且还是人们获得成功所需的必备条件。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制作一份有效的清单。 首先,清单要遵循三项原则,简单、可测和高效。 大家要明白,清单并不是操作手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写了大量的操作规范手册,设计方方面面,内容详实。 但是这些手册下发之后,却被树枝高阁,落满灰尘,因为医生们还是自行歧视。 所以清单一定要简单,涵盖所有的关键点,比荡而全更重要。 其次,清单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所以清单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就应该可以测量出效果,以便及时地更新修改。 高效也毋庸置疑,因为清单不是操作手册,而是核心要点,是关键时候的检查和执行要点,因此它必须高效,不能冗长复杂。 基于上述的三个原则,又衍生出了思想形式规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 权力下放指的是,每个人都是清单的主导者和参与者。 由于极端复杂问题往往不可预测,这类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所以事无巨细,都由核心最高层来决定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清单是基层的操作要点,每个人都要使用,都应该有修改的权利。 高层需要做的,并不是直接进行决策,而是督促大家积极参与讨论,让他们负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第二点,简单至上。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清单的使用需要简洁方便,包含所有切中要害的关键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效。 无论是对建造摩天大楼的工程师来说,还是对应对险情的飞行员来说,清单都不应该是无所不包的操作手册,而应该成为帮助使用者发挥专业技能的有效工具,要做到简洁,快速使用。 清单也正是因为达到了这些要求,所以才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第三点,以人为本。 清单的力量有限,危机时刻解决问题的是人不是清单,所有的清单一定是给人帮忙的,而不是束缚人的。 最后一点,持续改善。 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 每个团队项目的清单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要结合使用者自身的环境和情况变化进行调整。 再者,即便清单真的可以重复使用,在执行中也会出现情况变化,需要及时地调整。 简洁和有效永远是矛盾的联合体,只有持续改善才能让清单始终确保安全、正确和稳定。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编写清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六点。 一,设定清晰的检查点,使用者在这些节点根据清单列出的项目执行检查程序。 二,选择合适的清单类型。 编制者需要在操作确认和编读编作这两种清单类型中做一个选择。 在使用操作确认清单的时候,团队成员先根据记忆和经验完成各自的操作,然后再一同确认是否都做好了。 而在使用编读编作清单的时候,使用者一边念出检查项,一边进行检查,这种清单更像是菜谱。 所以在编制新的清单时,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类型。 三,简明扼药不宜太长。 这一点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清单千万不要太长。 如果某个检查点的停留时间超过了60至90秒,使用者就会觉得不耐烦了,就会偷工减料,跳过一些步骤。 因此,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一旦跳过可能会造成严重威胁,但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步骤上。 四,清单用语要做到精炼、准确,语言为使用者所熟悉的专业用语。 五,清单版是要整洁切记杂乱无章。 六,无论在编制清单的过程中多么用心、多么仔细,清单必须在现实中接受检验。 因为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编制人员需要对失败原因进行仔细研究,对清单进行改进并不断地测试,直到在各种现实环境中,清单都能够顺利地使用。 实际上,清单革命并不是一本工具书,它更多的是介绍清单作为一个基础的流程化工具,为什么应该受重视? 尤其是最专业的、最权威的专家,为什么更应该采用清单这样的工具来帮助他们工作? 猎豹一栋CEO傅盛曾说,最祸害创业者的言论就是宣扬所谓的情怀、灵感和聪明。 我觉得这些都是无效的,也是非常低微的思考。 中国浪潮太大,过去30年变化,造就了一大批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钱的人。 当然,有些人还是知道的,也的确是在风口上,但是它不可复制,可复制的是靠严格按照正确的清单执行任务。 今天,整个社会运转的系统越来越复杂,保持清单的习惯变得非常有效,也非常重要。 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清单,将其变成一种工作的守则,找出工作的关键点,我相信会事半功倍。 这本书从医学入手,讲述了诸多作者的从艺经历,但并不局限于此。 本书的主题几乎和现代世界的所有方面都息息相关,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 清单革命实际上是指以此思想观念上的革命。 清单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工作方式,更是一场观念革命。 理解清单的价值,学习清单的方法,并持续性付诸实践,才能真正提升效率,确保安全,真正形成简单、高效、激情、实干的工作作风。 以上就是关于清单革命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